先把这个下刀装上去看 这两边有平啊 然后上刀把这个刀架 站下来放下来放到最底下 然后把上刀套上去 把这螺丝松掉后面两个螺丝 前面两个螺丝也松掉 你也学一下 你也不会晓得好 看一下把螺丝套上去 把螺丝套上去 放上去的稍微带紧一下 然后看一下后面 这里到这里面 看到没有 这里看两边的缝 这个上刀和下刀之间有缝 你看这边明显这个缝很大 这边缝少一点 然后把这个缝大嘛 往里面扭一点点 看一下跟这个差不多快要贴近下刀了 这个上刀跟下刀有贴近了 就不用再扭了 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也有一点距离 往里面挤一点点 扭一点螺丝 好 差不多了 就把这个螺丝带紧一点点 两个螺丝带紧一点 然后下面站动一下 站动一下这个篮子 上下站了看有没有碰胀的声音 如果没有碰胀的声音的话 你这样的话 然后就拿点料试一下 我愿意拿点料了 你切什么料 就拿什么料 放里面 到前面啊 到前面 你看这切不淡 两边都切不淡 那就往里面挤一点点 一下子不要挤太多了 再站一下试一下 有没有碰胀的声音 那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 我两边都能切蛋 两边两边这边和这边的其他 如果如果这边切不切不淡的话 你就扭一下这个螺丝 现在可以可以切的淡了 就不要管它 如果这边切不淡的话 如果这边切不淡这切的淡 如果切不淡 假如这边切不淡 就把这个扭紧一点 往里面挤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好 小啊 对 好 谢谢大家